嗨,大家好,我是MateKit的Leo老师 Python的最新版本是2020年7月20号发布的3.8.5版本 我们接下来视频将会带着所有的Python初学者去下载、安装并设置好Python的3.8.5版本 首先第一步,先打开我们的浏览器 在浏览器里面打开我们的Python的官网 Python官网就是Python.org 你也可以在浏览器里面去搜索 那么我们打开官网之后点击Download 旁边就有Download for Mac OS X 直接点击下载就OK了 那么你将会发现很快就下载到我们的桌面上了 我是直接把它下载到桌面上 然后刷击图标就可以安装 同学们可以一路点击继续继续 因为在Mac上安装比在Windows的安装要简单一些 没有其他的设置 一路继续到底就安装好了 那凯克老师已经安装过了 所以我就不重复了 那么安装好了之后 同学们可以看到在我们的文件夹的应用程序里面 会有Python的安装好的这样的一个包 我们找到在这里 OK 那么在里面就有相关的这样的一个Python的文件 当然我们打开的时候不是从这里 我们打开要从我们的启动台里 这边我们看到会安装好两个新的APP 一个是IDL1 一个是Python Launcher 那我们要用的Python的编辑器 就是用来编程的 是我们的IDL1 我们打开IDL1之后 可以把IDL1放到我们的底部的菜单栏 这样我们就可以以后再打开它的时候 就会非常的方便了 那同学们 我现在把它换一个窗口 这样来说我们会展示的更加方便一点 初始的这个窗口 那字比较小 我们先进行一些最基本的设置 在顶部的菜单栏 IDL1里面选择Preference 就是首选项 然后这里的首选项的窗口 和我们在Windows里面的 其实在这一部来说是一样的 那首先呢 先更换一个合适的字体 你选什么字体不重要 但最主要的你要选择等宽字体 那在这个地方呢 已经列制好了一些等宽的字体 这边大家可以选一下 OK 那我选择的是Melo 选好字体之后 我们要设置这个字号的大小 我选择的是25 因为我要讲课嘛 所以希望同学们在看到视频的时候 可以更加清楚的看到代码 OK效果不错 然后呢 再就是在Highlight里面选择主题 我比较喜欢深色的主题 所以我选择IDL1 Dark 在General里面呢 因为我们初学不需要这么大的窗口 所以我们把窗口的尺寸 可以调小一点 比较wise 就是窗口的宽度 那我一般设置的是50 Height呢 这边大家可以把Height设置为 比方说30 也可以 Height就是高度 高度其实就是它的横数 好点击Apply 最后点击OK 关掉IDL1再重新打开 那么就是 现在的话 我们就看到已经设置好了 但是现在这个窗口呢 只是一个单命令行窗口 所谓单命令行窗口的意思就是 它只能一行一行的去输入命令 比方说我们输入Print Hello 插了一个单单号 OK 然后呢扩号 这个地方同学们一定要注意了 那么一定需要的是 是在英文状态下的 不能是中文状态下的 所以我们在这边呢 会有这样的一个切换 好 最后回车 我们会看到 它会打印出来 Hello World 那么同时 这里既然是单命令行窗口 那肯定会有一个正式的编辑窗口 编辑窗口就是直接在 File里面 我们点击New File 或者用快捷键Command加N 也可以啊 创建一个新的文件 我们把窗口分成左右两边 会看得更加清楚一点 好 OK 那么左边的呢 是单命令行窗口 右边就是我们编辑器的窗口 编辑器的窗口里面 我们可以啊 copy一下刚才的这个命令 那既然是编辑器窗口 自然可以编辑多命令行的命令 当然我们也没有必要这么无聊啊 Hello World Hello Python OK 然后呢 Hello什么 Hello MBO 好 编辑好了 这边的文件之后呢 我们就要保存文件 用快捷键 Command S 或者直接呢 在上面点击 顶部拆开的 File里面有一个Save 好 找到我们相应的文件夹 在文件夹里面呢 选择好路径之后 我们输入文件名 Hello 然后呢 点击Save 就保存好了 保存好了之后 我们可以点击我们的这个文件夹 可以看一下 在我们这个文件夹的 Unit1 Less than 1 Code里面 就有了一个Hello的文件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运行一下 怎么运行呢 你的鼠标框架 一定要放在右边的窗口中啊 然后点击顶部拆开的 Run里面的 Module 就是Run Module 就是运行这样的一个模块 也可以直接用快捷键啊 F5的方式 就可以运行了 我们现在点击一下 好 我们看 左下角已经显示下了 Hello World Hello Python Hello Leo 那么以上呢 就完成了我们对Python最新版本3.8.5的下载安装和最基本的测试 接下来的视频我们就会开始来学习如何用Python的IDL1来编程了 我们下期见 Bye